这是一条看不见的维度线 它穿越了四大文明古国 这条线上神秘事件评传 2015年 我们踏上了探险的旅程 曾经被西班牙殖民 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盈眶残居 位于墨西哥城西北部的光纳华托 因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1988年被登陆到 世界文化遗产名誉之中 然而在这座美丽的山城下 却埋藏着数百句面容争鸣害人 体态扭曲诡异的恐怖甘虚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干湿呢 其实还可以一起看出它的性别 甚至可以看到这个毛华 保留得非常完整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虚体干而不腐 所以你看到吗 它很小 大概六个月大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虚体僵而不烂 埋葬的时候 它的手是放在这个胸前的 这棺材打开之后 它的姿势完全不一样 所以算是我卖 今天 柯域就要为您解开这个神秘档案 甘虚本场 拉丁美洲最北部的 我林成呼点了 就离开某10个城前往另外一座城市 叫光荒洞 那为什么那么早的出门呢 就是要刻意地去避開 這個交通都進行的 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在當地 有流傳的一段傳出故事 而且有一樣東西 相信觀眾朋友跟刻意無一樣 看了之後 保證會同一方保護什麼樣 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先賣個關子 到當地再跟觀眾朋友朋友分享 23小時的長途飛行後 緊接著5個小時的車程趕路 這樣的狀況 對於經常旅行的我們來說 並不陌生 所以大家也就練就了一身 抓到空檔就休息 一開始工作 馬上精神百倍的好功夫 好大的卡車 其實平常要看到這樣的卡車 真的你要在歐美影集 或者是歐美電影裡面 才看得到 說句實在話 如果這一趟在墨西哥這裡 有計的話 真的想要坐坐看 那剛剛其實出門的時候 是凌晨大概5點 那時候天黑 天氣還是有點冷 現在太陽出來了 反正是覺得挺舒服的 不過站在這馬路邊 車子來來往往 這空氣不太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個牌子 剛剛沿路一直看了很多 那我也很好奇 因為這牌子就很像是在洗手的圖案 那其實下來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這圖案就代表說 這個地方可以讓你洗手 而且還可以讓你上廁所 那這時候或許觀眾朋友很納悶 可以站在路邊幹什麼呢 其實下來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早餐時間到了 所以大家肚子都挺餓的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剛剛車子裡面真的太急了 坐到了 這腳都快抽筋了 而且這脊椎感覺都快歪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吃早餐了 怎麼樣 我剛剛有幫你點咖啡 真的 好朋友 那裡面賣什麼 還有一些土地亞 克斯蒂這些 佩珊剛剛有幫我們點 佩珊是我們的翻譯 西班牙語說得比台語還流利 這位一雙鏡頭 就顯得很不自然的心聲 叫做喬聚 他是佩珊的男朋友 而這位帥氣的大叔叫做浦利歐 他是喬聚的爸爸 多虧了他們幾位的熱心協助 讓我們這次墨西哥的外景拍攝 流暢順利 其實我老想不懂 這出了好幾趟的外景 像是去了尼泊爾 去了印度 去了伊朗 去了埃及 去了中國 每一趟 幾乎都要玩這個喬喬樂 觀眾朋友會覺得很好奇 什麼叫喬喬樂 就是有很多人 然後硬是要擠在一小台車裡面 明明這一趟就有七個人 就是要擠在一個五人坐的車子裡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當然駕駛座 當然駕駛大叔要坐這邊 那前面呢 好 彥章哥要拍空景 拍這個車景 當然這個坐前面 然後看湯姆也很聰明 他已經先坐好邊邊的位置 好玩的是什麼 好玩的是呢 要有禮貌 就是要先敲門 我們這後來還坐了沛山 跟Jorge 而且真的是很專業 他們連這個沙發都已經鋪好了 坐這樣會不會還可以吧 很舒服喔 好 那頭髮小心不要夾到 好 好 被關好了 OK 那我們現在呢就上車出發了 欸 導演 你在那邊幹嘛 剛才坐在裡面 腳都沒地方彎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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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倒了 馬上倒了 雖然下半身完全動彈不得 但我們還是完美地運用上半部可用的空間 討論行程和拍攝內容 終於在大腿抽進去前到達了刮那滑脫 觀眾朋友有看到這個雕像呢 猜得到牠是什麼動物嗎 給你們一個提示 牠是兩隻動物疊在一塊 看不出來沒有關係 我們繞到前面看 登登 看出來了吧 這就是康姆 沒有 開玩笑了 你知道這什麼動物 我們看後面見面是不是有一點像 奇爾 有沒有 差太多了啦 好 這東西是青蛙啦 那其實呢 不光啊 這邊有兩尊青蛙 這樣看過去呢 很多青蛙 那我考考你哦 來到這家 你知道為什麼這邊會有這麼多 青蛙的雕像嗎 我其實就是跟這邊的名字有關係 因為瓦瓦瓦瓦 它就是原住民語言 當地語言也是跟青蛙有關 其實就是說青蛙很多的一個地方 對 但是來之前看了一下它的外觀 遠遠看它怎麼看都不像青蛙 而且當地其實也不差一個青蛙 那為什麼叫青蛙呢 或許有另外一種含義 因為我們叫青蛙代表什麼 就是像 魚 水 就是不缺水 所以可能就是希望說 這個地方可以有些充沛 那其實來之前就跟觀眾朋友分享過了 說這個城市特別的漂亮 有多漂亮呢 這是色彩繽紛 看這邊就知道了 對 這邊是不是很多的顏色 就有點類似我們正現在黑富敦的馬來區一樣 對 沒錯 那其實記得過去在馬來區曾經介紹 它為什麼要有這個彩色的房子 方便在郵差 送信 知道說這哪一戶人家是怎麼樣的顏色嗎 那其實在這邊呢 其實它也是相同的道理 就是幫助人家說 這裡面住的是哪戶人家 從這邊進去 對 從這邊上路 我聽就是 好 那我們就從這邊上去吧 在前往老城區的路上 我們經過了幾處看起來像是通往地下停車場的小街坡 詢問以後才知道原來在色彩鮮明的城市景觀下 有著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 早期的光纳滑托 由於排水系統不完善 大雨之後經常淹水 當地居民就以挖澡地下河道的方式來解決水患 後來河道逐漸干枯 西班牙人索性就將原本各自獨立的河道打通 方便運送銀礦 時至今日 這些穿梭於地底下的通道 和地面上的街道所構成的立體交通網路 已經成為瓜納滑托的另向城市特色 我們現在應該已經來到這老城區中心的位置了 而且越間近中心 你會覺得這城市越有味道 而且色彩繽紛 說到色彩繽紛 其實我是故意讓你來到這裡的 因為我剛剛遠遠看到 就覺得水果的色澤看起來挺誘人的 我想吃 想啊 看起來真的好吃 對啊 只要怎麼點 你有沒有突然冒出來 我其實一直都在 我都在你們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就會吃起來 不過我們現在只是要吃個水果 有那麼嚴重嗎 在墨西哥吃水果很不一樣 好 你就說拿起來吃之前 還有什麼樣的儀式對不對 配料 你是不是說後面那個辣椒粉 對 沒有錯 那邊那一罐是辣椒醬 還有加上辣椒粉 最後再加上那個東西還可以吃的 是啊 你們要嘗一嘗嗎 這樣嗎 我們去嚐一嘗 沒有啦 開玩笑吧 這個真的看起來好奇怪 我還要去開看 對啊 那我們就怎麼點 你們一開始呢 你們要先學你們想要的水果 OK 好 柳成鳳梨檸檬芒果白香果 加草莓 你可以再講一次嗎 我開玩笑 我想吃那個草莓跟芒果 因為我看它那個切的 芒果跟芒果 對 芒果好像滿好吃的 湯姆呢 其實我也覺得那個芒果草莓看起來不錯 可是我也覺得那個西瓜看起來不錯 西瓜草莓 西瓜草莓 對 芒果嗎 好啊 所以那三個有可以 OK 那我就那個草莓 芒果加鳳梨好了 記得起來嗎 印象中水果可以沾著鹽曲 可以拌點糖曲 也可以來點酸梅粉 但要加上辣椒粉 甚至是辣椒醬 這就讓我們開了不見 這就是當地最地道的吃法 好 這水果居然會加這個辣椒醬 還有辣椒粉 可以沾上一點檸檬 你看 味道比較不錯 還是香的 還是甜的 對啊 這麼棒的東西呢 當然啦 獨樂樂不如重樂樂 好 所以從我們這個 最辛苦的導演來 我知道很想吃 會不會辣 會不會吃啦 會不會吃啦 口打開 對啊 好不好吃 OK嗎 好啦 吃得辣嗎 其實真的是希望說這個東西 都可以跟我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你自己吃起來了 這樣吃的感覺如何 有點辣 真的有點辣 好 欸 燙 燙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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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想噴火之外 這辣椒跟水果的絕妙搭配 真的還不錯了 今天這關達花島的老城區 這感受真的是很不一樣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知道過去這裡曾經 受過西班牙殖民 所以留下了很多殖民時期的一些建築 讓整個老城區特別有味道 其實說到西班牙殖民過的一些城市 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大教堂 而且旁邊緊鄰的就是一個廣場 而往往這樣的廣場 都是一般民眾休息的一個中心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這個廣場 看到這人真的是很多 Tom 怎麼樣 沒有讓你失望嗎 沒有啊 其實這邊很漂亮 真的很舒服耶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我很想去看 我知道不要一直提那個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我也挺想要去看的 那重點是這老城區 我們看這巷路很多嘛 建築都很漂亮 那其中有一條巷子特別有名 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沒有去過 這陸港的木如巷 我沒有去過 可是就是很窄很窄的那一條對不對 那其實在這邊呢 也有一條非常窄的巷子 那你是說這邊的小巷子 有比木如巷更小嗎 更窄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比它更窄更少啦 但是我知道這條巷子 背後有一段非常淒美的愛情東西 有 我可以感受到 這墨鏡框用什麼樣的顏色 太多了 沒有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進去看吧 對 那我們現在要去尋找那個小巷子 好 那到了這個巷子 再跟觀眾朋友好 來分享這段淒美的愛情東西 應該是那個方向 好 作為一處墨西哥北部的丘陵古地 一座曾經的礦區 花納花拓並非天生麗局 然而現在的它 沿襲了西班牙人留下來的建築風格 融合了墨西哥當地的生活文化 交織成獨一無二的迷人景觀 一棟挨著一棟新建的房子 看似雜亂武裝 但順利其境仔細品味之後 卻又覺得錯落有據 這或許就是瓜納花拓的魅力所在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這地方是一座山城 那這山城裡頭有很多的小巷子 那其中最有名的巷子就在這邊 它不僅是最窄的 另外它還有一段動人的傳說故事 它叫接吻巷 那為什麼叫接吻巷呢 過去在18世紀的時候 這邊採礦業是很行 所以它有很多的採礦工人 採礦工我們知道他們生活是比較辛苦的 當時有一個富家千金 他就愛上了一位採礦工 但是富家千金他爸爸就是個富豪 他覺得門不當、戶不對 所以他不贊同這樣的一段戀情 雖然這個爸爸是不贊同 但是這採礦工他並沒有因此的放棄 他就在他們家的對面 同樣一個樓層租了一個房子 所以每天就跟富家千金在陽台優惠 那由於我們可以看過去 就是這個陽台距離非常的近 不僅可以這樣牽牽手 甚至還會接吻 有一天當富豪千金 跟他的礦工男友又在陽台約會 並且在那邊接吻 那這一幕不巧 被他的富豪爸爸給撞見了 這富豪看到天然不得了 認為這樣的行為有入門峰 於是氣氛之下就拿著刀子 從他女兒的背後這樣捅下去 他就這樣親手結束了這一段 他不認同的戀情 同時結束了他女兒的生命 觀眾朋友或許可以看到 後面十階算上去 第四階是紅色的 據說當年富豪的女兒 她被刺了之後就吊在十階上 因此十階有這樣一個詛咒 就是說如果情侶來到這邊 踏到這個紅色的十階 就肯定會分手 不過後來又有另外一個傳聞 說破解的方法 怎麼破解呢 就是這情侶站在這個紅色的時間上 接吻就可以永遠在一起 Hey Tom 我剛剛說了一段故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 不知道聽這樣的故事 有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我聽這個故事 我覺得有點難過耶 可是這個是真的故事 還是穿戳 這是傳說啦 那因為我看這兩個陽台都可以上去 那我上一邊 你上另外一邊 然後我們看可不可以 等一下 這樣好了 我們上同一邊好不好 沒有 可是如果同一邊的話 同一邊 好 去看距離而已 上那邊好不好 然後 所以有支一些普通 聯講 去找你 ありがとう triple Θ sous 何 這裡 我的觀看 我覺得 تھ我 那 你 咿 Sony 太糟纜觀了 現在觀眾朋友看到這樣的畫面 一定跟我一樣 就是為之驚豔 那我們這樣一路上一直說 Wanawatu這個小山城有多麼的美麗 確實名不虛傳 那觀眾朋友或許透過這個畫面 聽到這樣的聲音會很納悶 為什麼下面敲鑼打鼓 不然停了 那其實最主要我們說 這個晚上的時候我們要參加一個活動 那什麼樣的活動呢 就是音樂活動 這個地方其實它是越夜越美麗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其實叫做皮比拉紀念碑 這個前面有一個雕像 這雕像是誰呢 就是皮比拉 那紀念它做什麼呢 它其實它是墨西哥 獨立運動時的一位英雄 好 那我們來到這裡要幹嘛呢 最主要就是要看這個日落嘛 那看日落呢 這等待的時間有點長 所以剛剛他在買這東西 然後他們在我面前不斷誘惑我 吃東西給我看 這到底是什麼啦 這個就是鸚鵡啊 為什麼叫做鸚鵡啊 就是它因為有紅色鋁色 毛色是比較鮮豔的 所以它就說這個 跟這個鸚鵡的這個顏色是一樣的 很鮮豔 你咬的是什麼 這個是炸豬皮啊 然後做一個三明治啊 好像也有一個蛋啊 也是鮑魚之類的 你的炸豬皮 你每一塊都給它咬一口 你到時候叫我吃哪一塊 你吃一個托提拉就好 好啦 我們的東西呢 這樣一直燜著也不好趁熱吃 不過待會兒呢 我們在那邊看日落啊 然後吃烤雞啊 還有你的鸚鵡啊 這不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行程 對 因為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我很期待的去啊 對啊 不是 你期待那個好像是明天 我們待會兒就是要去參加那個 音樂活動 一定需要等到明天嗎 因為如果天黑的話 去那邊也不錯吧 嗯 你不覺得天黑去那邊怪怪的 有一點恐怖就對了 對啊 是挺恐怖的 我們留到明天好不好 好 好吧 給觀眾朋友一點期待 繼續期待吧 對 那我們先坐在旁邊 好好的享用這個美食 然後看看這個日落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 太陽光灑在這三層上 特別漂亮 太漂亮了 對 顏色更加鮮豔 好不好 那去吃吧 到旁邊 走 置身在這麼一個被美麗山巒 圍繞的魔幻空間 用吃手扒雞的方式 來等待日落 雖然很不浪漫 但卻多了幾分 輕鬆愜意的感覺 太陽下山後 我們來到了 山腳沙的華勒斯劇院 華拉朗這個小山城 真是越夜越美麗 今天剛剛我們還在 這個皮皮拉紀念碑前 看日落吃烤雞 這回趕到了市中心 因為今天行程 算是一個重頭戲 就要開始8點45分 什麼重頭戲呢 Tom 就是因為後面就是華勒斯劇院 然後等一下 8點45分 有很多音樂家 音樂隊都會出來 然後從這邊開始走一圈 對 會演奏表演 然後繞著整個城一圈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人真的是 多到快滿出來了 應該是馬上會開始吧 對 最主要就是 這個音樂會 只有在禮拜六的時候 才會舉辦 那也就是 所有的像是遊客 或當地的一些民眾 他們也在禮拜六的時候 全部 就泳上街 然後一起來參與 這個盛會 那我們現在呢 就好好的在旁邊 就期待待會兒的這個表演 好不好 好 那找一個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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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人帶過來的 午夜巡遊音樂會 在瓜那華拓 被原汁原味的 保留了下來 所以樂手們 都穿著中世紀徐奇的 西班牙學神巨服 在人群的簇勇下 擺開隊型 旺旗的演繹經典樂曲 然後帶著觀眾穿街走向 一路唱流情歌 漫遊 午夜街頭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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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在上面有一個東西很特別 牠是蛇 而且是響尾蛇 對 牠是響尾蛇 曬乾的 曬乾的 那旁邊有一個動物很像穿山甲 對不對 這個穿山甲是蟲 埋葬的時候 牠的手是放在這個胸前的 可是呢 這棺材打開之後 牠的姿勢完全不一樣 酸 酸酸對不對 對啊 綿綿的 有點像鼻涕的樣子